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洛杉矶消息 加州首府沙加缅度3日凌晨发生枪击案 造成六死十二伤 一对涉嫌参与这起大规模枪击案的兄弟党 昨天已被警方逮捕 据报道 针对这起发生在沙加缅度市中心的枪战 负责调查案情的警探表示 这两名男子涉嫌持有枪械 整个案子更像是帮派火拼 报道说 枪击案发生在异常斗殴之后 枪手发射了至少100发子弹 其中名叫石卖利·马丁的嫌犯 是枪击案爆发后在医院接受治疗的12名患者之一 现年27岁的石卖利·马丁伤势严重 警方昨天指出 他涉嫌持有机关枪 在接受治疗期间 被一名警员看守着 史卖利·马丁是26岁的 丹德雷·马丁的哥哥 丹德雷·马丁因涉及 非法持有武器罪名 已在前天被逮捕 还有第三名男子道森 据说他在枪击案爆发后 被人发现持有枪械 也已经被逮捕 美国七大工业国组织与欧盟6日共同宣布加码制裁俄罗斯 制裁俄罗斯最大金融机构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 最大私人银行AlphaBank 制裁俄罗斯总统普廷成年子女以及俄国权贵 禁止俄罗斯用受美国管辖的资金 偿付债务 也禁止美国人在俄罗斯进行任何新投资 根据白宫发布的成果清单 美国将冻结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 和AlphaBank任何涉及美国金融体系的资产 并禁止美国人与其往来交易 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占俄国银行业总资产的三分之一 AlphaBank是俄国第四大金融机构 白宫表示 在近600家企业退出俄国市场以后 美国总统拜登将签署新的行政命令 禁止美国民众投资俄罗斯 进一步孤立俄国与全球经济之外 美国财政部宣布禁止俄国用受美国管辖的资金偿还债务 针对俄国权贵和国有企业 美国也延长了制裁名单 包含普廷的成年子女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洛夫的妻女 以及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成员 财政部6日会宣布制裁国有企业的名单 老公表示 美国与G7和欧盟持续为普廷政权在乌克兰实施的暴行 施加严厉而直接的经济代价 纽约消息 联合国大会主席表示 联合国大会将与明天投票决定 是否暂停俄罗斯在联合国人选理事会的成员资格 以作为对他们入侵乌克兰的惩罚 联大主席发言人库比亚克表示 投票确定将在周四上午10点举行 美国驻联合国特使Linda·托马斯·格林费尔德表示 美国以俄罗斯在乌克兰采取军事情动伤害平民为由 将寻求暂停俄罗斯在联合国人选理事会的成员资格 据报道 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 如果有三分之二的成员投票赞成 将可以成功暂停俄罗斯在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 华盛顿消息 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 昨天宣布将合作研发高超音速武器 总统拜登、英国首相强生 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 三国将在高超音速和反高超音速武器研发 以及加强电子站能力方面开展新的三边合作 同时扩大信息共享并深化国防创新合作 声明还说 上述计划将13国于现有基础上 深化在网络能力、人工智能、量子技术 和其他海底能力方面的合作 去年9月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宣布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并开展核潜艇合作 此举招致多国反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